一年一度的春晚终于开播 从节目单来看 出场的明星超过60个 可谓星光璀璨 不愧是央视春晚 春晚虽然现在门槛不高了 但依然是很多艺人梦寐以求的舞台 这次参加彩排后 仍被淘汰的明星并不少 被淘汰的明星中 最令人意外的是 她是春晚的元老了 已经上过23次春晚 蔡国庆被拍到过 参加龙年春晚的初期彩排 和第一次大连排 令人意外的是 一般节目内容都要严格保密的 但彩排之后 蔡国庆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剧透了节目内容 说自己会唱一首歌 会跟一些非夷大师合作 还有现场观众 发出了蔡国庆的彩排照 她的两边确实有很多大师 在举着非夷工艺品 蔡国庆可能太过自信了 毕竟是元老 就提前剧透了 于浩铭曾被拍到参加春晚 第二次大连排 此后没有再出现 果然被淘汰了 她至今没能上过春晚 有趣的是 蔡国庆和于浩铭 都跟在就业男团陈楚生 陆虎 苏醒 王立心 王正亮 张远 私交甚好 两人都上过快乐老友记 于浩铭也是0713的一员 当年是快乐男生第四名 蔡国庆则在节目里 给六人送过春晚 如今在就业男团 终于登上了心心念念的春晚舞台 两位好友反而被淘汰了 董洁和杨迪被拍到空降第五次大连排 这一次是被播彩排 一般参加的明星都稳了 但没想到 两人最终都被淘汰了 董洁曾上过三次春晚 1996年 在赵丽荣的小品打工奇遇中 饰演服务员 2000年跟谢霆锋牵手出演歌曲 今生共相伴 2011年与韩庚 樱桃 窦霄 周冬雨共同演唱开场歌舞 回家过年 2013年 董洁和王大志 在海口优惠被拍到 玉女形象从此崩塌 事业一落千丈 2019年 董洁原本要跟佟大为一起表演小品 结果遭到网友抵制 不了了之 今年 董洁空降也引起不小非议 看来他当年的事迹 真的影响深远 杨迪草根出身 如今在综艺界炙手可热 是因为搞笑 能力出众 杨迪上过两次春晚 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 都是演小品 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都是最先进入彩排阶段的 杨迪到第五次连排才出现 还是挺奇怪的 可能只是临时找过来救急 又发现不合适 就作罢了 此外 被淘汰的还有 甲冰 许君聪 张海宇 马旭东 吕预言 李京 都是参加早期语言类节目的彩排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甲冰作为东北喜剧人的代表性人物 已经上过四次春晚 每次都是表演小品 不过他的作品口碑一向比较差 许君聪已经上过五次春晚 之前主要是给甲林 张小斐当配角 这次他虽然被淘汰了 但还能出现在辽宁沈阳分会场 跟十几位明星一起露脸 马旭东和李京的情况也差不多 上过春晚 但没给观众留下过深刻印象 而张海宇 吕颜作为年轻喜剧演员 还没上过春晚 只要他有实力 将来机会应该还是很多的 毕竟现在春晚挺欢迎新喜剧人的 以上就是被龙年春晚淘汰的十位明星 蔡国庆最让人意外 其他人也各有各的理由 大家最为哪位明星感到惋惜呢 最后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